今天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台10万级别的近战三代梦 首先先说明一下 这台车所有的配件都是客户自己自行购买的 我只收它安装的手工费2000元和一副车价 所以不存在粉丝们所说的 这个车10万杨哥要挣多少钱之类的 不要说这种话 然后介绍一下这台车的10万元 具体都挂在了哪里 首先要说一下这台车的刹那件 这台车的刹那件确实是很猛 全顺15000瓦的电机 这个电机是7000多 然后APT11400的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要6800元 是官方指导价 这两件东西就已经达到了15000 然后它的电池 电池就更厉害了 是索尼18650的C5锂电池 有不懂的网友可以自己去淘宝 或者百度查一下这个索尼C5的电芯 是26元一截 而这台车30串120安时的电池 它拥有1440截C5的电芯 1440截乘以26 你的计算器上就会显示出一个37000多元的价格 只是这个电芯的价格 而这个电池 你定制再装完的整体价格要达到4万 所以这个车光电池就已经达到这个数了 再加上电机控制器就已经是 三大件就已经是5万5了 所以你再去看这个车10万元的造价 你还觉得它很贵了吗 还觉得它这个钱花到不是正地方了吗 前后MST的电子电条减震 这个减震是没有这个游戏机手柄的 因为它不是鲨鱼电条 鲨鱼电条是带游戏机的 这个是用手机APP的来调节 前后减震2万5 左右布雷伯M50的卡钱5000多 刹车盘980一张 三张三张三三九二十七两千七将近3000块钱 寄辅肉的锻炸双别龙骨4800元 然后加马斯的激光大灯 这也是车主自己在网上找人制作的 4800元 像其他不值钱的小件咱就不报了 9NB的上邦一副左右一对3000元 像这种碳纤维的小件咱就不报了 这没有必要了 像这种BIBI的加强杆 咱也不说了 什么脚踏灯 这些小件 以及开关都碳纤维包碳的 咱都不说了 这个都碳纤维的尾翼 加马斯的尾凳 1800元 你再这样去算这台车的十万的价格 你就知道这个车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哪里 然后全车都是斯坦的罗斯 后面也是布雷伯的正品鲍鱼卡钱 然后这个车的电池仓 电池由于体积特别大 这个电池将近200斤的重量 我们装的时候是三个人 用杠子给抬进去的 特别的重 然后这个电池仓也是我给他特制的 整个车架都是我特出给他制作的 这个电池仓拥有700的长度 700长 为了装这个电池 特意给他焊的 然后也是很波折 他自己购买的前后电条检镇 回来的时候 遇上了200斤重的电池 他坐上车以后 带着他媳妇前后检镇 直接就打底了 然后昨天 他也是 我给他建议 我说再买一个出的弹簧吧 把后检镇弹簧换了吧 要不然你这个检镇这么贵 用不了太可惜了 然后他也是 又从他买检镇的那个商家那 买了一个 原厂的 MSP 加出的弹簧 昨天晚上 我们俩连夜也给他换上了 现在这个弹簧看 不需要条件那么高 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10万元的造价 玩了一个电动车 很多人都会不理解 我也理解这些不理解的人 因为毕竟 说实话 这个10万元买这么一个东西 是需要很大魄力的 发烧油 得发烧到一定程度 才能这么弄 搁我的话 我肯定是买摩托车 而且买一个进口的摩托车 TBR650R 像我骑的 挺好的 乐呵的 还有保险 我还可以上高速 但是呢 你要是从动力上来讲 这个车的动力 绝对可以碾压 市面上大部分的进口摩托车 多大的排量 它基本上都可以碾压 它拥有 零百加速 三秒以内的成绩 急速 二百 轻松可以达到二百 很多人都不信 说这个电动车 怎么能弄过摩托车了 这个都是我们亲身 在锦州比过的 我们锦州朋友 有一个宝马双二 有一次像这种配置车 有一次我们在这个 像这种路面上玩的时候 我说你们比一下 我看看具体差多少 零到两百米 宝马双二 根本就没有机会 追到这个电膜 它加速太猛了 直接就弹射出去了 宝马双二 没来得及换二挡 就已经 二百米结束战斗了 拉了能有 二三十个车位 你们没有亲身 见识过这个电膜 加速的恐怖 就老是不理解 老是觉得这个东西 干不过摩托车 它确实是前期非常猛 人家成绩在这儿呢 咱们像咱们江苏那边 连运港那边 喜欢刷车牙的车友 两秒一的零百下速 成绩在车牙 把排行榜上放着 是吧 确实牛逼 很牛 然后呢 杨阁在这儿 也不建议大家 花这么多钱 去搞一个电车 因为这个东西吧 你喜欢归喜欢 你要是没有这个经济实地 没有这个经济条件的话 不要去拉饥荒啊 办信用卡啊 去造这个电车 因为它是 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吧 是以一个爱好 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 一个物件 除非说你钱特别多 多到不知道干啥花了 你可以弄一个这个东西 因为喜欢吧 喜欢这个东西是无价的 只要你有能力 去给它买单 你就可以随自己的意愿去造 回到现实上来讲啊 虽然说我是卖电膜的 我不应该畅衰电膜 回到现实来讲 还是有十万的预算的话 去买个摩托车玩吧 跑长途的时候 跑长途的时候 也不至于在充电桩呢 等着车充电啊 很窘迫的情况也不会出现 还可以上高速 而且有保险 尽管它需要驾驶证 驾驶证证也是很容易考的 摩托车驾驶证 对你个人 对你的家庭都有一个保障 就算你磕了碰了 保险公司也能赔付你 而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都没有的 你只能骑的时候 夹小也别出事故 一旦出事故了 交警叔叔还会按 机动车去处理你 如果你有汽车的驾照 还会扣你汽车驾照的份 这个是很现实 摆在我们面前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一定要理智玩车 确实是很漂亮 这次 这回经过我的解说 相信粉丝们 以及网友们 也能知道 这个十万元的车 它的钱都花在了哪里 而且这个车 我们说十万 它实际的到价都已经过了 比如说 我粗略的计算了 这几个小件 大件我没有算 就已经达到了 这个价格 然后已经八分多钟了 今天的段子就录到这 补充一下 这台车并没有占座桶 并没有占座桶 因为之前粉丝们说 杨哥说过 不管你多贵的车 占座桶都不是好车 所以我也没有让你们失望 这么大的电池 我尽管把座桶烫焦了 也没有让这个座桶 失去这个原有的材质 然后涂了一个小绿色的草坪 它依然可以放下很多衣物 放下这个车的充电器 不给你们找我事的机会 然后呢 同样是十几万的价格 你会选择电车呢 还是选择机车呢 好 这是 我把它的君子 别忘了 不是 谢谢 现在 我们的材费 我们对 accessory 先生 以外 您的材费